我們這三天拍攝也幾乎天天就在 我們這三天拍攝也是每天都在delay 我覺得每天delay有點像是 我們這三天拍攝也就是每天都在delay 我們這三天拍攝也就是每天都在delay 我覺得預算不管再多你就是會delay 就不管是delay一個小時半個小時 你就是都會delay 我不知道這是為什麼 那我們這三天的拍攝每天都在delay 這三天的拍攝每天都在delay 我覺得這個已經不是預算多跟少的問題 不管多跟少都一定會delay 我不知道這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這好像是一個台灣文化 就變成我們在做 那我們這三天拍攝每天都在delay 我覺得這已經不是什麼預算多跟少的問題 不管多跟少我們還是會delay 不管是半個小時一個小時之類的 就我覺得這個不是什麼預算問題 這就是一個台灣人的精神嘛 就是我們喜歡做比自己負荷還要再高 就是我可以負荷還要再做更多 好像就是我要給好給滿的狀態 就不管我要怎麼樣 預算就是很多我也是要超越我能負荷 就是給他做到最好的狀態 就是台灣人的精神 那我們這三天拍攝每天都在delay 那我覺得這已經不是什麼 預算多跟少的問題 這就是一個台灣人文化的問題 這就是大家喜歡做自己 超越自己能做的事情 那這三天拍攝每天都在delay 那我不知道 這已經 那我們拍攝這三 那我們這三天拍攝每天都在delay 那我已經覺得這不是什麼預算多跟少的問題 不管預算多 預算少 你就是會delay一個半個小時一個小時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台灣文化的問題嘛 就是台灣人就喜歡超越自己能負荷 就是我要突破自己 就挑戰極限這種形態去做事 所以我們都可以做 就是用最少的錢要做最多的事情 那就把自己累死這樣子 就我覺得就不要做超越自己能負荷的東西 要嘛你就拒絕 要嘛就是就不要做 就拒絕 就不要做超越自己能負荷 要嘛就是剛剛好他付多少錢 我們就做多少事 那我們就準時收工大家開開心心 不要就是 我就是要 導演 我就是要 這顆畫面怎麼樣 然後就是一直 就是delay 不知道這 是輔導太棒嗎 還是太爛我也不知道 你不要 Musica 要不要做 你不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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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把這次 還是一切 我先放到 我的小金句 好